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抵达金融市政府 金融市长谢国良亲自迎接 双方合影留念交换礼物 特别赠送我们金融最好吃的玉泥球 在地的都这样 陈远哥应该都这样 柯文哲会安排拜访金融市长谢国良 主要原因是秘书长方定安 是台北市都发局副局长转任 而副市长邱佩玲以前就认识 特别拜访老朋友加油打气 因为我们金融市的秘书长之后 台北市的都发局副局长转任了 来看看算是以前是老部下 另外邱佩玲也是认识 他们的副市长 另外谢国良市市长我以前也认识了 所以今天其实是私下拜访 来看看老朋友给大家加油打气 拜访老朋友来谈一些 我们过去在台北市 推行智慧城市的一些经验 可以因为刚好我们秘书长 从台北市过来的 所以可以来这里 可以把台北市的那些智慧城市的技术 随后双方闭门会谈20分钟 针对智慧城市想法 电子公文书推动 进行交换意见 今天跟科市长聊得很开心 他分享了很多智慧城市 台北市过去八年的做法 那他认为这个部分可以推荐给基隆市 让家长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到 孩子们学习及在校园中活动的一个状况 那也可以更有效率地 来推动教育政策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们也希望学习台北市 推动这个电子公文的一化 因为现在基隆所有市政府的公文 都还是传统的公文 可是台北市现在已经全面电子化了 那我们就是针对台北市 过去一些还不错的案例 那来跟我们分享 那另外我们这个秘书长您也了解 是过去都跟处的处长 所以也讨论了未来 如果在做都市发展方面 这个新任的秘书长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那主要是谈这几个议题 金融市长谢国良强调 台北市有很多政策 值得金融市政府未来学习借进 双方都强调 未来一定会加强交流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